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数字易经的总整理 这个部落格这篇文章是我在2013年 这边有写,2013年的4月1号写的这篇文章 那这个课程是我在2012年的年底上的 然后当时上完之后头昏脑脏就是记不起来 然后回来我就把它写了一篇部落格为了做整理 因为之后它有很多数字代表意义 比如说13代表天一,68代表天一等等 这些数字我不想去背它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那写下一个好处就是将来我如果 譬如说我要挑车牌的时候 或者是挑电话手机号码的时候 我就直接看那个号码 然后我用查的 譬如说这个号码里面有14两个字 我就Ctrl F然后找14 这样就找到了这边14 14代表生气 那每一个字面上的意义 它底下都有一个解释 譬如说天一有13684927 31869472 这个都算是天一 不管它是13还是31都算是天一 那天一代表大气天生聪明老板命 这样我把它写下来 那之后呢 如果我有需要要这个配对的号码的时候呢 我就把那个号码拿来然后搜寻一下 然后在这边直接找到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那这个数字好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呢 我就换一个数字 换一串数字 那优点是呢 我就不用记了 但是缺点是呢 如果有一些号码是必须当场就要反应出来的 那我可能会来不及反应 譬如说我们去挑门号的时候 手机门号的时候 他当场就列了几十个本号让你挑 那你当下如果没有这样查的话呢 他又没有背起来的话 可能会反应来不及 好 那总之呢 这边让你可以 如果你想记的话 这边可以 你就把它背起来吧 那如果不想记的人 你就来这边搜寻 那我发现这篇文章是 2013年当时YouTube还不流行 很多人还没有在用YouTube 所以呢 我也没有把它做成影片 我就把它写在这边 其实是我自己要查询用的 然后后来发现这篇文章的点阅率非常高 这边有个热门文章 在这边 123456 排在第六名 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排在第一名 就是我其他文章还没有写之前 常常这篇文章 2013年 中间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排在第一名 我才发现原来数字已经 这么多人有兴趣 所以呢 我今天就再把它录成影片来大概说明一下 凭我的印象 那但是要强烈的说明一下 数字一经这个学问 它是中国好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 它是一种统计学 所谓统计学就是它有一部分 几率是代表它是准的 但是它当然也有不准的时候 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所以不要完全相信它 我建议个人 我个人建议不要完全相信它 事实上我改了手机号码 改了车牌号码之后 我还是会有发生一些很不顺利的事情 所以不见得甚至还投资赔钱 所以这个不见得全部都是好的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如果你的数字是 比如说1234 假设你拿到1234这四个字 那你就要把它猜成122334 这样三组号码来看 12然后12代表什么 然后你就查1212代表绝命 2323代表什么 你可以用Ctrl F23 23代表祸害 然后3434 34代表延年 那你就会知道它代表三组 那这三个代表各代表什么意思 你就来看一下 刚刚讲过天一 代表这个大财 天生聪明老板名 然后生气代表起死回生 有贵人有智慧 EQ高弹性大 延年就包含独当一面 生命力强 意志力强 大将之风 善于领导 然后六煞是代表婚姻不顺 判断错误 桃花多 异性纠葛多 然后祸害呢 代表身体病痛 口舌是非多 口才好 中栋有心机 绝命 绝命代表起伏大 贫富两极化 是一个超级军师 但常有意外 官司多 际遇波折 所以 嗯 再把讲完 吴鬼 吴鬼是不寻正鬼 极端难捉摸 造成分离成为小三有鬼才等等 然后符位 符位 比如说 11.22 88.99 这一类的 就是有两个 Double的 Double的文字 它就叫符位 包含像00 01 02 到09 只要有0的 跟0的 在一起的这个数 符位代表叙事代发 沃武长龙 状况延续 保守 那0这个数字 比较特别 因为只要有0 就是符位 譬如说 02 908 可以把它拆成 都是两个字拆 02 02 29 90 08 所以这代表 02 是代表符位 因为有个0在 所以02 就代表符位 29 29 是代表6煞 刚刚上面这边插出来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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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煞 29 6煞 29 6煞 90 90 又是符位 90 08 08 08 也是符位 6煞 你就可以去看 符位 有三 这五个字 加起来就有三个符位 一个6煞 有三个符位 就代表 这个特性有三组 然后6煞 有一组 所以 再下来 这边 这0这比较特别 然后5 5这个数也比较特别 有三种看法 看法一就是 5如果出现在一串数字的头部和尾部的话 都把它视为符位 那表现和另外一个数字相同 这边举例 5 4 3 2 你就可以把它拆成 5 4 4 3 3 2 因为它在头部 所以头部的话 都视为跟另一个数字相同 所以5 4 就把它视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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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前面有講Double兩個數字的就是符位 然後4343就延年 我們一樣按Ctrl F 然後按43 我就可以找到43是延年 這樣就可以找到 然後3232是禍害 好底下我就不再按Ctrl F去搜尋 我直接講 那你們自己可以到這個網址來 你只要搜尋那個數字一斤 牛奶爸數字一斤 你就可以找到這一篇文章 然後這邊 譬如說 我先把這個關掉 就不會有顏色了 4325這四個字的話 它就可以猜成433225 那它就是延年 後害 符位 那就去看一下延年 後害 符位是什麼意思 這邊看一下 那第二種5的看法是說 它出現在其他數字的中間 那不管多少個5 就可以把那個5去掉 當作沒看到 如果剛剛是出現在前面 後面 那現在這個看法第二種是 5出現在中間的話 就把它忽略掉 譬如說 12567 就把它當成1267來看 69854就把它當成6984 375589就把它當成3789 1255568就把它當成1268 這個5就直接刪掉了 不要看它 另外第三種看法是 5被1和9夾住的時候 把5殺掉 然後前後的數字要重複一次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就5 這邊有舉例 49513 49就變成5被1和9夾住 1和9夾住 所以把5殺掉 然後前後數字都要重複一次 就變成491913 那老實講這個已經過好幾年了 這一段我實在是記不起來 就是為什麼會變成491913 所以看法3這個 我不曉得我當初有沒有做錯 如果您是對這個數字 已經比較專業的 有持續在研究的朋友 你可以在YouTube的底下留言 幫忙大家澄清一下這一點 這個我真的忘記了 那英文字也能轉換成數字 譬如說A到Z它就是1到26 所以A就代表1這樣子 中文字它也可以轉換成數字 它是用筆畫來計算的 OK 所以譬如說劉 劉備的劉 它就是15畫 所以劉這個字就代表15 那以上就是把數字 解釋為8種掛項的方法 我們可以把這個身份證字號 或者是這個手機的號碼 或者是你的車牌號碼 等等運用 好像車牌號碼裡面有英文 也有數字對不對 所以英文就是剛剛講的 A到Z就是把它轉換成1到26的這個數字 那重點呢就是 這個之前也是很多同學問過那個 我們上課時候的老師說 那我身份證字號如果 出現了不好的掛項那怎麼辦 解法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要利用你最常用的號碼來對沖 抵消 譬如說我們手機是最常用的 那我們就去挑一個比較好的手機號碼來對沖 對抵消掉這個身份證比較不好的這個數字 然後所以這個身份證如果不好的數字 我們就用手機號碼來化解 那為什麼好的掛項可以對沖不好的掛項呢 一個天一抵掉一個絕命 一個炎年可以抵掉一個六煞 兩個生氣可以抵掉一個禍害 這個就是這個生一炎年 六煞禍害就是剛剛上面講的這些 每一組數字代表一個意義 一個意義 禍害絕命六煞等等 所以這邊是 這個是那時候聽老師講的 就是生氣加延年可以抵掉一個禍害 然後生氣加符位可以抵掉一個禍害 等於說你的身份證字號 如果有一組數字是禍害的話 那你可以挑一個手機號碼 是有生氣也有延年的 這樣就可以抵掉一個禍害 是這個意思 那一個生氣加天一加炎年 就抵掉一個五煞 那這邊 這個抵掉五煞 這個它是有註明說順序不能變 好 然後 這邊 這個圖片是 八卦的這個代表 那上圖可以用來普卦之後 查表得知之邀惡的事情 同一件事情一天只要問一次 而且要問是非題 好 我那個時候呢 部落格筆記做到這邊 就沒有再做得更詳細了 我當初只是為了要自己搜尋 快速查詢 然後去挑選手機號碼 或者是車牌號碼 或者是之後要選號車位等等的選號的時候要用的 好 那後來才發現這邊真的蠻多人搜尋到的 所以大概講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 因為我底下有 有加好友 所以很多人在問這個東西 但事實上我不是專家 我是那個時候是上課 然後做了這個筆記 所以我這次就把它錄成影片 那如果有講不對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這個是我2012年上的課 到現在已經7年了 7年前的事情了 我現在真的記憶非常非常模糊 那還有一點為什麼我沒有這麼用力的去記它 就是我剛一開始有講的 我並不是百分之百相信它 我並不是百分之百相信 所以我是把它當參考用 就有些東西就是寧可信其有 那如果不准我也 I don't care 就是這樣子 好 那你如果覺得有幫助的話 你就拿去分享一下 OK 好 那我們就這節就講到這邊 好 如果你要找到這一篇部落格文章的話 你可以去 我直接把這個網址 放在那個影片下方 你去點擊那個網址就可以了 OK 我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 或者你去搜尋 我看一下 搜尋數字 數字易經 數字易經你可能會收到很多 那你再加個牛奶爸 是我的那個部落格名稱 所以這樣就可以找到了 好 數字易經這邊 這一篇 好 這一篇就會到這一篇來了 OK 好 那我們這節就講到這邊 那對 那這一篇 關於命理的這個東西 我在我的頻道比較不是 我的頻道都是放網路行銷 被動收入等等的相關電腦方面知識 那我只會放這一篇 其他呢 之後也如果有關這個命理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訂閱另外一個頻道 我們最後片尾的時候會有一個影片 另外一個頻道 你就到另外一個頻道去訂閱就好了 OK 好 我們現在先講到這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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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